大家好 歡迎收看12月15日黃昏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首先提及大家要留意 明天早上開始天氣會有顯著變化 氣溫顯著下降 北風增強 大家要留意 先看今天 我們在新的在海事博物館安裝的天氣攝錄機看到 其實今天維港來說 整天都是陽光充沛 雲量不算多 陽光充沛大部分地區下午的高溫都上升至27度或以上 不過明天下午就不會有那麼高溫了 因為我們明天開始受到北風的影響 其實看回氣溫的一個分佈就看到了 香港這個位置 見到我們華中有一套冷風其實已經形成了 藍色在冷風後面是一些非常冷的空氣 我們預計冷風會慢慢下來 在今晚以至明天早上會去到我們元朗地區 亦都環過我們元朗地區的時候 會將一些冷的空氣帶到我們香港 亦都北風會明顯增強 日間氣溫會顯著下降 大家要留意 除此之外亦都會比較多雲 有幾陣雨的天氣 我們預計有幾陣雨 預計明天初時的溫度大概是23度 亦都會一直氣溫在日間下降至晚上市區 最低氣溫約12度 新界有機會再低了幾度 留意明天早上起床 都會開始感受到天氣顯著變化 氣溫顯著下降 天氣變得寒冷轉冷 要留意 大家關心身邊的老友記 以及長期病患朋友 因為這麼大的天氣變化 對他們的影響都比較大 星期日早上仍然天氣是寒冷的 隨後的一兩天 看到低溫都是14度 早晚天氣相當清涼 下週中天氣氣溫未會回升 因為仍然受著東北郭流風的補充影響 所以看到下週中都是天氣寒冷的 今次的天氣先講到這裡 祝大家週末愉快